男人明明牙疼得要命 可医生检查后却并未发现他有任何虫牙和炎症 只给他开了一副止疼药便让他回家了 哪知就在医生晚上准备下班时 却在患者吐口水的水槽里发现了一堆密密麻麻的虫子 为了弄清这到底怎么回事 医生又仔细查看了白天患者的片子 才发现患者的牙龈部位好像隐藏着很多这样的虫子 次日一大早那名患者又再次来到了医院 看样子他牙疼好像变得更厉害 由于护士不停地催促他为其治疗 无奈的他只好硬着头皮走进了治疗室 为其注射了一针麻醉剂 然后划开他的牙龈将虫子取出来几条 让医生没想到的是 随着患者嘴里的虫子碰到鲜血后 他的身体却突然疯狂地抽搐起来 紧接着双眼就遍布了血丝发生了变异 下一秒患者就犹如丧尸般一口咬向了医生 然后转头又一头扑向了护士 医生看到这一幕瞬间察觉到 这虫子可能是一种名叫齿虫的寄生虫 能迅速在牙床上缠卵控制宿主的神经系统 为了活命医生赶紧躲到了一个角落 可他的脖子已经被那名变异患者咬伤 仔细一看伤口上还有几条幼虫在躲 为了不让齿虫在自己的牙床上缠卵 医生拿起电钻就钻向了牙龈 可就算是这样他也没能阻止齿虫缠卵 最终医生的身体也迅速发生了变异 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只会咬人的丧尸 女孩贪图便宜在网上买了一个二手衣柜 没想到他刚把自己衣服放进衣柜里 柜门却诡异的自动打开 起初女孩只是感觉和叶出现了故障并未多想 结果到了半夜他睡觉的时候 他身上的被子又突然莫名其妙的被掀开 等他抬头查看时直接傻了眼 只见无数小黑手朝他伸了过来 死死的掐住了他的脖子 好在刚刚发生的只是一场梦 就在他被吓得惊魂未定之时 那个诡异的衣柜却再次的自动打开 为了弄清衣柜里是否有人 女孩硬着头皮缓缓地走了上去 结果打开柜门后却又什么都没发现 为了验证家中是否尽了邪碎 次日一大早他急忙找到大师寻求帮助 大师听后立马慌张起来 他说如果是用别人的二手衣柜 必须要挂上红豆袋来避邪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回到家女孩立马将一个红豆袋挂在了柜子上 然后躺到床上就放心地睡觉了 不料他刚睡着身上的被子就突然盖在了他脸上 吓得他急忙想打开灯查看情况 结果发现此时家中却停了店 慌张地他在厨房抽出一把刀 就走向了床底查看 结果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但这时衣柜上的红豆却诡异地全部撒在了地上 他屏住呼吸慢慢地走向衣柜 不料打开柜门后却发现了一个男人藏在里面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男人就死死抓住了他的头发 紧接着一把将气按在了地上 气的女孩拿起刀子就疯狂地朝着男人扎去 本以为这次自己就会没事了 不料此时的男人却露出了诡异的笑 吓得女孩急忙躲进另一个房间 紧接着拿起手机就抱起了警 不知道过了多久外面终于没有了动静 他还以为男人害怕被抓已经溜走了 于是走出去一屁股就坐在了自己床上 殊不知刚才的眼睛男孩藏在床底下 下一秒女孩就被拉入黑暗中丢掉了幸运 男人搬到新家后 总能听到隔壁传来咚咚咚的声音 甚至这种声音有时会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晚上 没办法的他只好戴上耳机听着音乐睡觉 这天男人顶着一副无精打采的精神去上班 没想到这时一个美女突然在最后一秒钻进了电梯 由于对方长得非常漂亮 单身的男人瞬间对其产生了好感 得知对方就住在他家隔壁后 男人顿时感觉这一切可能都是因为缘分 晚上男人刚回到家 隔壁的敲击声再次响起 这次的他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邀请对方一起去吃夜宵 因为他认为最近的敲击声可能是隔壁美女的暗示 于是他对着墙壁就开始回应起了对方 见到对方一直不肯说话 自作多情的男人还以为隔壁邻居答应了他吃饭的请求 于是开心的就跑到床上睡觉去了 没想到次日一大早 两人竟然刚出门就偶遇了 可就当男人询问美女晚上去哪吃饭时 美女却似乎并没理解他的意思 这天晚上他等到很晚都没能等到美女邻居 带着疑惑的态度 他连忙敲响了邻居家的房门 没想到邻居家的门竟然没锁 男人好奇的走进来后发现 美女邻居的家中竟然破旧不堪 仿佛十年没住人了一样 看到邻居家的整墙衣柜后男人蒙圈了 因为如果邻居家是整墙衣柜的话 敲击声根本不可能传到自己家 为了弄清每天的敲击声是怎么回事 男人好奇的一把扯下了自家墙上的壁度 让他没想到的是 墙壁里竟赫然摆放着两具尸体 吓得他瞬间慌了神 哪知就在这时房屋突然发生坍坍 紧接着一股巨大漩涡就将他吸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很显然这一切都是因为好奇心惹的祸 如果他的好奇心没有这么重 也就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牛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世界